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中國對上印度斯坦的對決 那這場圖是尼羅河三角洲 那這場圖非常特別 我大概看了一百多場天梯比賽吧 哇 很少有人會打這場圖 那我剛好這場有人打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怎麼選擇吧 那這一次的地圖比較特別 出生地是在只有樹木的一個地方 然後沒有黃金跟石頭 那只有樹 然後有一個遺跡在裡面 那右邊對手印度斯坦這邊也是一樣 那就可以選擇 你一開始要先上船呢 然後到右邊開木材區 吃路 還是要去更多的木材的地方伐木開局 做一個選擇 還是你要到原地開局 可以增加自己的TC 比較快建造好 那村民宿會有稍微一個領先的一個狀況 那支援員商也是會領先的 那就是兩邊的開局剛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 那剛好可以順便來講解 那這個地圖講解來說的話 如果你一開始先去這邊開的話 那你出來的村民之後就不用運輸船這樣運來運去 那一出來就可以採資源 算是相當方便 但缺點來說的話 你的漁船的話會比對方少一些些 大概會少個三艘左右吧 兩艘或三艘 比較嚴重一點是這樣子 那輕則則是會慢個一艘左右 因為你們不要小看這樣過來 直接搬運這樣子 這個時間點其實就有點差距了 那這邊印度斯坦的話 由於他的村民造價比較便宜 那他村民的話前面卡村的機率比較低一點 但終究會卡 萊斯會卡 他這個村民雖然還現在沒有卡 但如果他這邊趕快捕魚的話就不會卡 那順帶一提印度斯坦捕魚是有個加成在的 他的捕魚 欸 不好意思 他捕魚好像是以前的 現在好像沒有這個能力了 那他這個村民是有減免的費用 那他其他的能力在海戰來說沒有特別相當有優勢 在以前的話我記得他村民去捕魚有那個加成 但好像這個能力被拿掉了 原新版的印度斯坦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還是我記錯 我也不太記得 好 那來看中國 那中國的海戰來說的話 他只有爆破船生命值加50% 那開局的時候村民會多一點點 那也要等TC蓋好之後才會有這個村民的優勢在 所以目前看起來村民術中國卻是領先藝人 所以村民術會已經是正常 但是這邊由於 印度斯坦這邊木材已經開始在伐木的關係 所以這邊魚船已經先出了第一艘 反觀中國這邊木材完全不夠啊 因為中國這邊一開始會減少木材跟食物 然後來換取村民的產生 所以導致一開始會覺得有點缺木 這個港口有點難蓋下去 那這邊已經第一艘魚船出來的話 這個經濟量就會開始拉開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已經出來一艘了 哇 這該不會是要領先三艘的意思吧 第二艘都要出來了你才在敲港口啊中國 哎呀 這樣子有點尷尬喔 好 那我們稍微快轉一下 因為這黑暗時代兩邊都算是 不太可能打起來的一個狀況 好 那三艘魚船出來之後 這個魚港才蓋好啊 哇 真的是領先三艘欸 我的天 剛好也是中國啦 中國一開始木材比較少 所以也會比較 慢出這個魚船 這是正常 但輸到三艘就有點太過分了 好 那現在兩邊的話 主要都是要趕快衝一個 那個叫什麼 封箭時代啊 為什麼要衝封箭時代呢 封箭時代的話就可以出戰船 那戰船的話就可以來打對方的魚船 那魚船就是在這張圖的一個大家的命脈 誰能打陰海 誰就可以游泳全世界的概念 那前面的話 這邊通常如果你要打封箭的話 魚船不會出到七八艘 可能六艘五艘就差不多了 然後又開始存資源 存一些木頭 然後開始去挖黃金 五金開也可以 那五金的話就可以來出戰船跟火燒船 那這邊的話金有點遠了 那這邊看不要頂下封箭時代之後 馬上拉村民 去對面開始挖黃金 那中國這邊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這邊中國就可以直接挖 因為它一開始出生點就在這裡的地方 兩邊的開決方式有明顯的差異 大家可以稍微關心一下這個小細節 你看這邊封箭時代已經點下了 那魚船是領先三艘 大概六艘就停了 跟我想的差不多 這個就算是一個正常的海途開局的方式 那中國這邊魚船也繼續再出 但是這邊再繼續再出的話 時代已經輸了一點點 大概輸個半艘 戰船的一個時間點 那這邊魚船看要不要再繼續補 我覺得繼續補有點危險啦 因為他應該也知道自己應該 魚航應該是會輸的 那這邊來開始挖了 挖金 這邊是拉選的四金喔 四金的話 這個戰船可能會爆的比較慢一點 可是要單 單港口爆的火燒船 那就不是雙港爆射箭 那個射射船 那叫什麼 戰船 呵呵 射射船是什麼 有點射射的船 好 就是戰船的話是雙魚航的話來說 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是單魚港開始爆戰船的話 那就會比較弱勢一點 通常都是會蓋火燒船喔 先去燒 因為火燒船的單兵能力比較強 但遇到大數量的 射射船 戰船 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後期 欸還是挖 還是拉五個人啦 嚇到我 所以後期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會打戰船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不太可能會去打那個火燒船 好啦那火燒船開始吃了 這個其實我中午不會念啦 這個我怎麼唸啊 有人可以幫我標印一下嗎 火蒙船嗎 我覺得唸起來怪怪的 所以我都唸他火燒船 呵呵 好那大概時間點到差不多一半時候 也到了封建時代也點下了火燒船 兩邊大概可能差50%左右 那也是跟我預想的差不多 那這邊也是選擇五金開局 那兩邊都是五金開的話 那這邊金可能還可以再考慮再補下一個 一個漁港 漁港可以再開在下面更下面的一定位置 那就可以變成雙漁港 然後爆火燒船 或是 弩炮戰船 弩炮戰船是城堡時代 那就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射射船 射射船聽起來真的很怪 好啦那反正就是 嘿 射船 那這個火燒船的話 單斃能力真的比較強 但是這邊已經有先把漁船拉開了 然後下面來補這邊更大的太平洋的深海漁群 這個深海漁群捕魚的速度效率會更好 但是這邊由於印度斯坦是單港口開的關係 所以這邊戰船數量是有點輸對手 中國這邊的喔 那這邊漁港可能會有點小心一點喔 這邊漁港在下面 好 抱歉沒有看到 剛蓋好 剛剩他一艘 好 所以這邊數量是有點小輸的 但是中國這邊好像有陷入陷阱的感覺喔 居然是往他家這個地方走 那其實他有運燒船應該也知道他下面有開港口 那有點怪怪的 還是他沒有看到也不知道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燒到一艘 這艘船應該是沒問題拿得掉的 好 那看一下家裡的經濟結構 現在的經濟結構 哇 非常多的村民在挖伐木 這算是一個蠻正常的開局 14木 那印度數量更兇 19木 木頭蛙超兇 那如果要真的要打 戰船的話 看要不要把金再繼續補 補到8個或10個 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10個的話 好處就是你還可以開4級 調整一下自己的經濟 看要趕快速上層 然後還是要繼續爆這個 瞬間爆一堆 戰船出來 火燒船的話 起到城堡時代就有點比較乏力一點 那風力時代火燒船的優勢還是有一點在 如果對方也不是打火燒船的話 而是射船的話 那火燒船的話就有點危險了 所以最終應該是不是轉出戰船 誒 剛剛講完你就出來 好 好 印度斯坦這邊優先轉出了戰船 那這邊戰船轉出的話 記得點下一擊射 因為這個戰船的攻擊意識 跟這個遠距離攻擊 是有關係的 這個爵士好像要點下 才會有這個威懾力 但這邊由於中國 想要先苟住正面的關係 還是想要先打一個火燒船 為一個主力 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這邊誰先轉出戰船的話 誰就會稍微有點有優勢 但是這邊的兵有點沒空好 戰船被燒到 哇 我的天 這樣可能戰船會有點不飽 因為現在印度斯坦最重要的 重點就是要把自己的戰船數量蓄起來 那火燒船送掉就算了 但是這個戰船 量絕對不能少 你不要多血 這個量一多 中午就不好打了 感覺只能出自暴船 因為自暴船的血量比較多一點 這個68滴血量蠻多的 才剛講完你就出啦 我怎麼覺得我一直在躺在預測未來 剛講到就出 剛講到就出喔 戰船這邊四艘 開始擠火 戰船只要數量一多起來 對這個火燒船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這邊更大量的戰船過來 總共有六艘 六艘這邊擠火 應該是沒太大問題 剛剛這邊自暴船也直接被射掉了 並沒有遭到任何的船隻 這邊戰船的量蠻多的 這邊看起來中國是涼了 打戰船的優勢就是這樣子 火燒船只有在前期有用 那到城堡時代變成奴炮戰船之後 還是可以再搭配少量的火燒船 來做一些坦克使用 比較還是建議 全奴炮戰船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不太需要再去做火燒船動作 有些人會喜歡這樣打 可以秀操作 就是你可以拿一些火戰船在前面躲動 可以偏一些奴炮戰船的箭矢 算是一個蠻進階的操作 那我們就先多講 有看到我們在講一些細節的方便的東西 這邊一個炸船能炸到嗎 炸到一艘 好險我抓到這個鏡頭 這個戰場瞬息萬化 瞬息萬化 瞬息變化版 總不太好不好意思 那這邊 看一下 有靈性喔 覺得他會去吃深海魚群 開始往右邊這個地方走 大家看到這邊的運輸船 射一下 先解決掉 這邊四艘一船躲過一劫 這邊還是火燒船 想要來騷擾這邊的魚船 那沒有問題的話 看起來印度斯坦 已經拿下了海途優勢 沒有太大問題 那這邊已經開始在純金 上這個城堡時代 那中國這邊是補下七金喔 還是有想要居打海的意思喔 這邊火燒船跟戰船也在出了 而且這邊是優先點下的城堡時代 那由於 印度這邊喔 今天沒有像我剛說不到八個喔 或十個 所以他這邊經濟直轉有點 周轉有點問題 也有可能是戰船出太多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城堡時代會上的相當晚一點 好那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中國畫像國的科技又是在 那可以出個奴炮喔 那奴炮戰船 這個科技升上去的話 火燒船也會自動升級 戰船可以變成奴炮戰船 火船的話就會變成火燒船 再更精潔一點的火燒船 好那這邊中國開下了三TC 要來開農 但是由於中國這邊TC開得快啊 所以這個船可能 沒辦法直接開個三港口 然後全部全力生產 那其實可以啊 可以耶 那你這邊會斷村喔 因為他這邊全力生產的話 沒有撒田 因為他也沒有漁船了嘛 漁船基本上也是SALONA 那這樣子的話 根本沒有太大的經濟 可以來支撐這個3TC喔 這個3TC 沒意外的話 他應該是會瘋狂的斷村喔 除非他用四級喔 買賣黃金 這張圖的話 我真的覺得黃金靠買賣 還算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地圖 應該說在任何地圖都是這樣子啊 四級運用得好的話 你就可以變成四級的高手 因為那個經濟周轉對四級地國來說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來看一下左邊 中國這邊三TC開出來了 那只有一個TC在運作 好第二個TC開始有點運作了 會有點稍微斷肉斷肉一下 那確實他也買進了食物 好剛剛有講到 用四級移周轉這個食物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邊一直斷村也不是辦法 好那來看一下 黃金補到10了 那印度也是補到10黃金 那這邊打 城堡戰船 我還在打火戰船 這個火戰船 就是剛剛講的啊 這個你就單兵能力好 這個數量大起來 還是很容易被這個奴炮戰船給 風箏掉的 好那中國這邊 由於已經失去海途的優勢了 那這邊還是有出一些少量火燒船 想要來反制一下印度斯坦的漁船 但是這邊漁船 好像也沒出太多喔 這個印度斯坦打的蠻保守的 在海途完全勝利之前 並沒有補下太多的 漁船 打的算是蠻保險 中國這邊居然這四艘還是沒有被抓到 還在偷偷吃魚 這個漁船躲得相當漂亮 好那這邊總共19艘的奴炮戰船 開始來點這個火戰船 這個火戰船應該是沒救 但是應該可以換掉一兩艘 一艘換掉 一艘換掉之後 那這邊呢 這邊可以先打掉 這裡面是什麼 不是自暴船 是火燒岸船 那到成暴時的話 要特別小心中國的火 那個自暴船 因為中國自暴船的血量 會比較多一點 成暴在突襲的機率 成功率是蠻高的 那只要對手沒在空的情況下 可能就直接個阿拉花瓜了 就直接出大事了 好那這邊 這邊奴炮戰船點下了彈道學 印度斯坦這邊奴炮戰船有個威設立在 那基本上海途完全拿下之後 就可以開始狂點漁船了 漁船這邊開始在補 漁船補下來之後 吃魚很舒服的 大概基本上可以不用種田 就可以開始產生經濟 可以慢慢轉陸地 就看一下情況 好或是趕快速帝王 點這個火炮戰船 那為什麼要點火炮戰船 原因是因為 如果對方蓋寶在港口旁邊的話 那就可以去反制對方城堡 才可以讓對方沒辦法永遠打海 讓對方會比較難受一點 沒辦法做一個登陸戰的一個動作 那這也是比較後期的事情 那我們就先不講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現況 現況的話 中國這兩艘漁港 應該也是不會再繼續造船了 現在不管造什麼 也就是被暗在地上打 那這邊的話可能會藏一些自爆船 那或者是要先趕快在一個側面上 像這種高地啊 蓋個堡啊 然後這邊蓋漁港 趕快先把這個漁港基地 給製作起來 不然這邊會有一隻很難出船 不能出船的話 在這張土基本上也是 掰了 不然就是掰了 不然就是把這個城堡蓋這裡啊 有沒有 這邊也是一個出港點不錯的地方 還有可以手下石頭跟黃金的一個手點喔 就要看一下中國這邊怎麼選吧 兩邊都點下了手推車 二級木也都點了 但農田兩邊都沒有點喔 中國這邊一級射才剛點 那印度扇已經點下了二級射 所以攻擊是7加2的一個傷害 好那來稍微快轉一下 兩邊應該就是你農我農 真情護農 好那漁船高速開捕 走上出了蠻多艘喔 17艘 19艘喔 我還在出 那由於印度斯坦看到自己的 船已經大獲全盛的關係喔 所以慢慢轉出了一些 漁船 但漁船這個量有點太多了 二十幾招有點太過分了 好兩邊都選點下地龍時代 那中國點下的彈道學 唉唷 這邊想要蓋城堡被抓到 那這個城堡 看起來是想要來 保護這個漁港的出海點 唉他真的蓋這裡喔 我剛剛想蓋這裡更強 但沒有辦法喔 有戰場在這裡 那蓋的還算是蠻保守的 高手似乎就是不一樣 好那這邊還是有兩個漁港 蓋個近海可以喔 能守的範圍的話就比較少一點了 那還是要先把船存在裡面 好那這邊升級這個重許奴炮戰船 還有這個航海技術 那稍微講一下這個航海技術喔 航海技術的話是可以減免造船的費用 那這個造船費用 那這個造船費用 欸是這個嗎 喔不啊那是造船員 造船員是帝王時代的另外一個科技喔 那這個航海技術可以增加那個 船艦的遠程護甲 那減少遠程攻擊力喔 那運輸船可以加5的一個載運量 這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好那這邊二級色也點了 那三級色還沒有點 那這邊重啟奴炮戰船出來的話 還是有點多事在了 那就要看這個 數量可不可以起來了 那這邊正面的漁港 是不是有點難起 欸我想一下中國好像 欸有造船員嗎 應該有吧 有啦中國有造船員這個科技 剛剛就講的一個 蓋船有減免的一個效果的一個能力喔 就是20%左右 那這個能力算是比較貴的 地獄四大台可以點 那是要1000肉跟300黃金 算是相當貴的一個科技喔 你可以把它搶成金銳 金銳的 金銳的 寶兵金銳升級的概念 標1000肉 超級貴 好那中國已經升級了大型劍塔 那待會再看一下 不要再去學院升個 火箭喔 火箭的話 箭矢可以對船隻造成額外的傷害 大概30%喔 所以忘記了 那個科技太少點了 我很少在打海 所以詳細數值我沒有記得太清楚 這個火箭的話 打這個船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那這邊 印度斯坦點下了26少魚船之後 也到了帝王斯坦 也點下了重型奴炮戰船 那這邊奴炮戰船的話 目前還是印度斯坦有個優勢在的 那就要看一下印度斯坦 要不要來點一下這個火藥 來點這個火炮戰船 印度有嗎 我來看一下 中國我記得是有啦 那印度 印度的話火爆戰船也是有的 喔還有精銳捏 哇這邊已經看到城堡的狀況下 沒有先點下 精銳火炮戰船 蠻意外的 反正是 繼續出這個 弩炮戰船 確實也是該這樣子 邊境火爆戰船不是一個 海上的主要進攻方式 唉唷 這邊什麼 登陸 唉唷 唉唷 這個登陸 錯不及防欸 但是中國好像有看到 原來沒有看到人只有我啊 我剛剛想要起光這個顏色 好像有點相似啊 原來是印度斯坦這邊登陸啦 好那這邊重型奴炮戰船 算機好之後兩邊開始在互射 你射我射你 但是中國的數量有點少 有點打不太贏 但是這邊是中國的出港點 這個戰船一出來 是有支援的優勢在 但是數量上 依然還就是屬於一個烈士在 有點在擺給戰船的概念 但這邊中國奴 鐵奴 並沒有把這邊的村民全部給 嗯 收掉 所以這邊城堡也是 順利的蓋起來 但中國這邊應對非常快 印度這邊馬上 喔不是印度喔 中國這邊 馬上按下了巨型奴炮 喔趕快 不是巨型奴炮 我在說什麼 巨型投石機 趕快來點這個城堡 那這位城堡的話 兩個盤應該就掉了 因為這邊沒有太多村民 可以來修這個城堡 所以這邊印度斯坦也只能白給了 遇到這個沒有火炮戰船 我們剛剛說的火炮戰船的話 可以來拆城堡 然後同時也可以來解這個巨型投石機 那這邊由於科技上 沒有跟上的關係喔 所以只能依舊出這個 奴炮戰船來維持一下海上的軍力 那海上軍力分個兩批 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 那是一個想要全進封鎖的概念 那以後就從雨傘在搜 在這邊巡邏 這邊側翼這個地方 看有沒有偷蓋港 那看起來 目前中國要出去 是有點難度的 而且正面這邊 港口有點危險喔 還是一直被拆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感覺 一路斯坦是想要用大量的 弩炮戰船來封鎖 海邊而已 想要可能把對面打到 心態崩潰他就贏了 並沒有想要來直接硬拆這個城堡 我覺得這是在給中國機會的感覺 雖然這邊印度斯坦也是我在搞登陸 有點給中國小小的壓力戰 但是並沒有出太多兵力在這裡 肉的話其實是有點少的 因為現在完全是在靠魚船 在做一個肉的經營喔 自己並沒有灑田 對他應該是沒有灑田 只有灑一點點而已 所以造成說他的肉量並沒有非常優渥 好那這邊終點下了 金略火炮戰船 哇印度斯坦你還是該點的啊 你一開始就要點了 OK 好 好那這邊戰船互打 兩邊的數量其實有點差距的喔 其實中國這邊是會輸的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有點在送船的關係喔 導致這邊明明數量是贏的 但是上面這一批戰船沒有過來會合的關係 正面上有可能會打輸嗎 看起來沒有 但是這邊是中國的出港點喔 是有機會打出來的 那這邊你要不要讓你的另外一隊 部隊過來一起打呢 哇 中國好像有機會打出去喔 印度斯坦這邊一直在送的感覺 而且這出港點中國的戰船支援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完全不用到自爆場喔 哇那這一波看起來是印度斯坦有點辣差了 好那這邊印度斯坦賣了相當多的食物 需要來換取黃金 但黃金的數量並沒有換到太多 雖然還是蠻香的 七幾 七三七四七 七幾六九 還算不錯 好那這邊 上面喔 是在繼續做一個拆房子的動作 但意義不大 大家是不是有忘記上面有另外一部隊在 現在正面打錯的情況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 趕快會合自己的所有戰艦 然後來做一個會合會比較好 看這邊真的是忘記的感覺 他一直以為他只想要這一艘部隊了 好那均勻投資機 把那一塊全部解掉之後 兩個城堡也搞定了 唉唷 中國這邊點一下了 火爆戰船的速度也蠻快的 好火爆戰船出來之後 三台就可以來開始慢慢進攻囉 好火爆戰船也可以打奴炮戰船 但是也要變成那個陣地戰時候 那船艦都靜止不動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打得到 但是威力也沒有比較好 所以感覺也是差不多的 還是以奴炮戰船為一個主力輸出 比較為一個核心重點 好來看一下這邊 火爆戰船的一個發揮吧 好兩邊都開始在升火爆戰船 欸沒有 這邊只有在升奴炮而已 火爆戰船 火爆戰船的數量不夠的話還是不問題 因為沒有弩炮戰船的話 核心上就會打不贏正面了 正面打不贏就別想出這個火爆戰船了 好火爆戰船繼續再出 有嗎 三台 好只出了三台就不出了 正確選擇 重點還是這個弩炮戰船 要非常非常大量 哎呀印度斯坦終不想到了 我還有 外面的部隊啊 趕快把這個外圍部隊召集回來 哇旋律部隊有32艘 好這邊中國等於是有45艘的奴炮戰船 那還是中國的一個優勢在 但這邊中國好像後面的兵沒有空過來 要來打一個大帝王後期戰船了嗎 兩邊都在互射 互射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但是這邊中國的數量有個優勢在 血量還5000多低 但是中國的血量只剩1500多低 哇兩邊的血量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中國這邊的血量一直補了上來 但是這個中國的火爆戰船 比我們在做事 嗯看起來 印度斯坦是不是就涼了 這個海戰 涼了 沒了 但海戰就是這樣子喔 很多人為什麼問我 問我說為什麼不播海戰啊 海戰就是 火爆戰船物色 然後 然後這個火爆戰船 然後自爆船 沒了 大部分的 維銘都是這樣打 其實蠻枯燥的啊 我覺得 但也是蠻熱血啦 戰船物色的時候是蠻關鍵的 但那關鍵一波打完 就啪沒了 好結束 大概是這種感覺喔 海戰土的四義帝國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海戰 想要有太多變化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但聽說四義帝國三代的海戰就蠻有趣的 雖然我是沒有親自去玩過海戰的部分 但我覺得應該會比二代好一點 但我覺得希望二代的之後地圖喔 跟 這個啊 碼頭啊 海戰的一些東西可以稍微更改一下 感覺會比較蠻有趣的 像可以出什麼小型反船喔 然後可以康克這個奴套戰船 之類的 就是大量 大量的小船 然後去登船進攻這種感覺 這段感覺不太可能 但我覺得可以增加一些海戰的遊玩性 不然大後期就是很無腦的 可以再出這個奴套戰船 然後火套戰船 慢慢來拆這個城堡 好就可以打出繼續斯密打了 相當的簡單暴力喔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肉已經沒有關係 肉只剩下九個人在種田 那村民樹也不是個問題喔 只有九十隻村民 種田也不是重點了 這些這邊還被登入喔 哇這邊被登入之後 中國馬上蓋下的軍營是要打什麼 他是忘記蓋軍營在家裡了 所以要先蓋給軍營才可以幫他幹嘛 最後啊 為尷尬 好沒關係 但是這邊除了民術物量夠多 但是這個火爆戰船 好像拆不太掉喔 這個射速並沒有那麼快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沒有死醜了 這個城堡掉了應該就要打GG囉 好登入戰依舊在進行中 印度斯坦 就有點無力回天了 這邊想要再去一波戰船 但其實戰船數量一直起不太來 只有十一艘戰船在這裡 這邊來說的話 看起來沒救了這個城堡 雖然這邊就散傳出了洛鎖 來想要反制嘛 但這邊 後面還有戰船在四喔 這個馬掛就會蒸發 所以沒辦法 只能打出了GG OK 來看一下兩邊的資源狀況 經濟狀況來說的話 中國應該是大獲全身 對沒錯 因為 中國這邊喔 本來就是經濟上攀的比印度斯坦還要快一點 看這個手推車就知道了 手推車有點 印度斯坦這邊完全無視的經濟 有沒有懂的 所以這個經濟落差就會非常大 即使印度贏了海了 但是他卻沒有一直在把自己的經濟搞好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經濟這件事情 因為世紀帝國本來就是一個 高度重視經濟的一個RTS遊戲 不像現在爭霸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RTS遊戲 經濟來說的話都是蠻固定的 像摩托霸3 就是只能五個人挖金礦 或是金礦的人數有限定 所以經濟來說不用那麼的 綜藝 不是綜藝 在意啊 那在世紀帝國裡面來說的話 經濟來說就是因為太多種資源可以挖 那調配的話也沒有所謂的限制在 所以導致經濟調配 反而算是世紀帝國的一個核心 你只要經濟搞得好 你就算前期軍事輸了 你能夾得下來 後期你只要經濟比對方好 就是可以翻盤 像這場一樣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再見